宇伯 听说你有登山的嗜好 那想问问看你有没有爬过御山呢 御山 我是还没挑战过 不过攀登御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除了要有体力 更要靠运气 因为有入园人数的限制 所以要事先申请中签了才能爬 至于体力的部分 我可能要再特训一下下了 被你这样一提醒 我赶快要来更新我的登百月规划表咯 我想能够亲眼看见 这片我们所在的美丽家园 那种感动想必是不可言喻的 也透过大自然的壮阔景观 丰富的人文与生态内涵 来修复我们平日因为工作 而产生的种种压力 深刻了解人类与自然缓缓相扣 修其与共的生命连结 进而坚定保护我们家园的决心 没错 就如同环境运动的先驱者 瑞秋卡森所说 在自然周而复始的循环中 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疗愈力 黑夜过后黎明一定会到来 寒冬之后必然是春天 如果你正深陷压力之中 无法排解 可以与亲朋好友相邀到山上走走 大自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灵 是的 今天 与止光源地热爱美丽家园系列单元 要透过新手保育巡察员阿豪的视角 带领观众进入玉山南部园区的 苍山碧溪 了解原住民部落悠长的历史 在逐步熟悉环境的过程中 慢慢解答对人生方向的疑惑 并重新赋予向前迈进的勇气 生命为什么总是充满考验 这个问题曾经像迷雾一样 营绕在我的心头 回想起在玉山南部园区的这段日子里 我才体会到 过去那些挫折有多么微不足道 我在这里重新找回热情 阿豪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我带你认识一下 玉山国家公园南部园区 这里是梅山口 从这边开始 进入玉山国家公园南部园区内 玉山南部园区 位于玉山园区的西南部 源自于玉山群峰的老农溪 是这里的主要河流 顺着公路从梅山口出发 有中之关 天池 快谷 库哈诺兴山 南台首越 关山 塔关山 再经过大关山隧道 抵达雅口 抵达雅口 关山岭山等地区 大哥载着我 沿着公路前进 放眼望去 翠绿的山巒 仿佛名言成一首美丽的诗篇 这片大自然散发出奇幻的吸引力 也深深吸引着我 这片大自然散发出奇幻的诗篇 各位同仁 这是我们新界的巡查员 阿豪 年轻有为 听说以前是一个知名的表演者 我们这个部落 叫做马苏化 马苏化 对 到日本的时候就改为梅山冲 那时候的意思是说很多那个黄藤 黄藤 什么是黄藤 就是一种可以做那个贝勒的那种 以前这样的说法 之前我们的部落是在对方 经过48年87水灾 然后就迁到这个部落 是那边被冲垮 对 被冲掉 然后就迁出到这边 梅山部落是南横公路 游戏段最深山的居落 相对隔绝的位置 也让他保有了相当传统的布农文化 来 小朋友 小朋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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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哥要到我们玉山国家公园当那个新裁员 以后要好的照顾他 好 热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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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里的居民生活纯朴 多以务农为生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辅导居民朝有基根做发展 希望友善土地的生产方式 能让国家公园周边缓冲区的环境资源 能够永续利用 这些都是我们冲转跟美人的 看到吗 对 看你 看我 我在踩 在踩了吗 哪一个是已经可以的 这个就可以了 来 尝看看 会不会很爽 会啊 而居民们也利用农产加工技术 来保存这些来自土地的美好 好 拉赫阿雷 拉赫阿雷是我们布农族的抗日武士 它也是我们布农族最后的一个拉远 抗日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礼藩政策 要收缴我们布农族的猎枪 猎枪是过去布农族赖以为生的工具 因此激起了族人的不满 于是拉赫阿雷率领中央山脉东南侧大分社一带的部落族人 群起抵抗 引发了大分事件 事件后 拉赫阿雷率领族人翻山越岭 寻找适合的根据地 最后落脚于南亨公路天池对面的玉碎山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开辟关山越岭道 监控这里的风吹草洞 这里是日本警察 为了监督对面的易碎盛 老阿雷所建造的住宅所 受限于地利不变 日本政府只能改用怀柔政策 但拉赫阿雷与布农族人 仍继续抗日将近二十年 中之关步道 就是这条历史道路 目前保留下来最完整的路段 当时的风声鹤唳 已不复见 只剩木炭窑 博坎遗迹 以及沿途高大平地的剧木 和块木群 见证过往的沧桑 南横公路是我们主要的外航道路 经过八八风灾之后 都是伤痕累累 南横公路以观山越岭道为 圆形路廊屁建 是台湾第三条横贯公路 也是玉山南部园区的主要连外道路 因为当时只能采用传统人力的方式开辟 使得逐路的工程十分艰巨 经过许多披露先贤的牺牲奉献 才造就了这条南横公路 2009年8月7号深夜 登陆花莲的莫拉克台风 在8月8号换了一整天零 莫拉克台风带来破纪录的雨量 重创南台湾 美丽的南横公路在八八风灾后 面临史上最惨重的灾起 八八水灾高层线的桃园乡受创严重 南横公路十七座桥梁全部中断 八个村落也全部成为孤岛 民国98年莫拉克台风来袭 重创南台湾 南横公路创已满 工程单位投入多年的努力 除了畅通交通 也让民众能够再一次亲近 这片美好的大自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熊鹰 熊鹰是我们台湾冰岭节种的 保育类动物 保育也是我们国家公园 主要设立的目标之一 打麻护送后来跟我说 其实不只是熊鹰 无论花草树木 虫与鸟兽 都是大自然中重要的一部分 唯有保护它们的栖息地 才会有完整的生态性 当我看见御山南部园区的各种不同样貌 感受到大自然的创造力 它带来希望与奇迹 就算看似绝望 其实是酝酿下一次的重生 大自然的万物 依循着规律运行 成长 消亡 新生 都未曾窒息 原来有时候 静止是为了下一个美好的舞动而准备 就好像我的大欢一样 阿豪哥哥这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啊 这个啊 这是我表演用的道具啊 它叫大铁环 可以表演给我们看吗 现在啊 现在可能没办法耶 我以后一定会表演给你们看 好 阿豪 大欢对你有这么重要吗 其实去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然后我不小心在上场之前扭上了我的脚 导致我现在一直都不太敢去转它 不如走一趟我们这边最高的山 关山 你会得到答案 关山 我们现在先到枯花诺西山屋 接着到关山 好 出发 出发 好 出发 登山的过程中 两旁高耸的树木 不知道经历多少双雪 才能泰然自若 这让我想起 从前练习大欢的日子 经过数不清的跌倒 受伤 调整 才能朝稳定的轨迹 流畅的运转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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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这里的大自然 似乎能感受到 它想告诉我 关于生命的哲学 或许 或许 经过千锤百炼 不断沉淀 才能累积出绽放的能量 回到开始 再生了 再生了 我们家的一路 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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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明白 原來大自然 就是在這一次次高低起伏的循環中 讓生命成熟更加茁壯 曾經我因為受傷而卻步 無法再轉起大患 來到玉山南部園區 讓我重新認識自己 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也看到人如何在變動中取得平衡 就像大環在旋轉中找到動力一般 再度使我前進 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努力與自然和諧共存 他們靠著雙手 共同保護著這座山林 讓大地深深呼吸 中文明飄在零件中